主料,高粉300克,牛奶80克,淡奶油85克,酵母2克,白砂糖10克,蛋白20克,玉米油6克,辅量,玉米油6克,盐2克,蛋白23克,酵母1.2克,白砂糖40克,黑加仑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先用牛奶化开主料中的酵母。 把主料中所有的材料都倒入面包机,启动和面程序和成面团就可以了,放温暖处8至2倍至2.5倍大,把种种面团撕成小块,加入辅料中除玉米油碗的所有材料启动和面程序。 第一次和面程序结束后,加入玉米油再次启动,和面程序,制结束省30分钟,然后分成均等的三份面团省10分钟。 输土改开,在面上铺上洗净并沥干水的黑加仑,然后两面向中间折起,中间再撒上黑加仑,自上而下卷起。 放入吐司盒,放温暖处8至8分满,送入已经预热的烤箱下层180度烤40分钟。 我在里面放了一杯水,以防干了,在块上还是盖上锡纸。 烤好的吐司立即取出脱模,放在烤饱上晾制了时,装入保鲜袋中。 第二早上吃特别的柔软好吃,烹饭技巧。 烤箱里面放水的杯子要耐高温暖,烤箱的温度和时间,要根据自家烤箱的实际情况来扫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